艾伦麦希森图林 艾伦麦蒂森 这个名字无论是在计算机领域、数学领域、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哲学、逻辑学等领域都可谓质地有生 人们仰望着这位伟大的英国科学家 把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破译之父等等头衔都加密在了他身上 甚至认为他在技术上的贡献及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几乎可以牛顿、艾伦斯坦等聚人比肩 故事从命开始 英国现代计算机的起步是从德国的密码电报机Enigma一开始的 而解开这个谜的不是别人 正是艾伦麦希森图林 在他42年的人生历程中 他的创造力是丰富多彩的 他是天才的数学家和计算机理论专家 24岁提出图林基理论 31岁参与Alosus的研制 33岁设想仿真系统 35岁提出自动程序设计概念 38岁设计图林测验 这一朵朵灵感浪花无不闪耀着 他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的预见性 特别是在60年代后当然 图林最高的成就还是在电脑和人工智能方面 他是这一领域开天辟地的大师 为表彰他的贡献 专门设有一个一年一度的图林奖 颁发给最优秀的电脑科学家 正为奖章就像诺贝尔奖一样 为计算机界的获奖者 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誉 而图林本人更被人们推崇为人工智能之父 在计算机业时被速变化的历史画卷中 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他的精神才华和少年夭折 也给他的个人生活 涂上了迷一样的传奇色彩 神童天才 小时候的图林生性活泼好动 很早就表现出对科学的探索精神 据他母亲回忆 三岁时 小图林就进行了他的首次实验 尝试把一个玩具木头人的小胳膊 小腿扳下来扎到花园里 等待长出更多的木头人 到了八岁 他更开始尝试写一部科学著作 题目为关于一种写背景 在这部很短的书中 天才儿童图林听错了很多单词 据法也有些问题 但写的还能让人看懂 很像那么一回事 在书的开头和结尾 他都用同一句话 首先你必须知道光是值得做钱和呼应 但中间的内容是很短 短的破了科学著作的记录 图林曾说 我似乎总想从最普通的东西中弄出些名堂 就远和小朋友能玩足球 他也能忘记在前锋进球这样出风头的事 只喜欢在场外旋边 因为这样能有机会去计算球飞出边界的角度 他的老师认为 图林的头脑思维可以像栽树一样进行超越 图林是个天才 科学贡献 图林在科学特别的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方面 取得了取是瞩目的成就 图林第一个提出利用机器实现逻辑代码的执行 以模拟人类的各种计算和逻辑思维过程 这是后来设计实用计算机的思路来源 成为当今各种计算机设备的理论基石 在1936年 图林提出著名的图林机模型 而且从一些70年代才解密的文件来看 很可能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不是Liniac 而是与图林有关的另一台机器 继图林在战事服务的机构 于1943年研制成功的COLOFS巨人机 关于图林的另一大科技贡献 就是关于人工智能 1950年图林发表论文 计算机器与智能 1956年图林的这篇文章 以机器能够思维吗 为其重新发表 提出了著名的图林测试 这也是图林 就是如果计算机能在5分钟内 回答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并且有超过30%的回答 那测试者物认为是人类所答的 那么就可以说 计算机具备了人工智能 这促进了人工智能产生 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些人 于1956年提出的 到目前为止 已经可以确认 有软件通过了图林测试 但没有机器人通过图林测试 最新2014年被宣布 通过图林测试的是 俄罗斯人弗拉基米的维希罗夫 Ladmir V7创立的人工 是能软件尤金古斯特曼 但尤金古斯特曼刚 测试结果还存在争议 因而而跑 爱因斯坦会演奏小提琴 来处理自己的思绪 福尔摩兹的得力助手 除了华生还有机械和小提琴 图林当然也有数学之外的特长 那就是长跑 图林的长跑功力 达到了专业运动员的水准 他跑马拉松的最好成绩 每两点四十六分零三秒 仅仅比九四八年奥运会最好成绩 慢了十一分钟 在同年的一次国际马拉松赛中 图林还跑赢了当年的奥运会 银排的主 他穆里查德斯 由于进行科学研究 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 跑步也就这样成为老图林的放松方式 每当天气不好时 学校的足球队停止训练 像园里的同学依然可以看到 图林在操场上不停地跑着 在他从建桥毕业后 即便工作忙碌造成跑步的时间大大缩减 图林还是会想到设法去跑步 他会用双脚代替交通工具 从家里跑到工作的地方 当他跑到科研会议的现场时 他的同事们都惊呆了 图林的传记作家安德烈霍奇这样说道 最关键的是 他跑得比一些交通工具还要快 纪念图林 苹果的Logo真的是为了纪念图林吗 每次看着苹果的标志 总想问 乔布斯又咬了一口的苹果做标志 寓意是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谜 史蒂夫乔布斯传的前年中部方也提到 艾巴克森乔布斯苹果标志 是为了纪念图林的传说是不是真的 乔布斯说他倒希望自己是那么够似的 不过实际上不是 故事已明结束 图林奖刻为试试计算机界最富胜名的奖项 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 图林奖对获奖者的要求极高 拼奖程序铁吉言 一般每年只奖励一名计算机科学家 只有几少数年度有两名以上 在同一方向上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获奖 目前图林奖由英特尔公司和Google公司贊助 奖金来25万美元 不知道有多少有心人留心过图林奖的奖杯 那是一个一碗 外星朴实得很 但色泽却光彩多目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